又来 神户胜利船的机会来了 扎格拉斯分队友在打门前 不二比零 二比零 下半场比赛三十分钟的时间 左走木大树进球 神户胜利船扩大了领先优势 这场东亚区决赛之前 谁能够想到神户胜利船 七十分钟过后能两球领先 魏山现代呢 尤其是在看过上半场之后 谁又能想到魏山现代 能够在下半场连续的招兵买马 进行日元调整 反而越踢越不如之前的控制力 那么好 神户胜利船厉害了 场边的小白伊丽斯塔笑了 皮尼斯塔朝着自己人生当中的欧冠亚冠冠军 大满冠冻标似乎又进了一步 因为留给魏山现代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左走木大树 年轻有为的小将 关键时候替补登场 换下了老将七大五 他的这种冲击力 除了这个进球之外 在前面的十分钟之内 他的几次 几方 防区之内的果断的破坏 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要通过视频追财犯去检查一下 是不是在这次进球之前 神户胜利船的队员有犯规的可能性 头上脚的英文 直一过来就是检查进球 是否存在进攻犯规 主财犯决定自己到场边去看 看来是不是主财犯能够提供的意见 还不是那么的坚决 就是这一下 关键位置上的防守 十年号站住位置 而安静拓野 伸脚勾 看看 对中的判法 这个球不算进 是一次进攻犯规 那么魏山现在又看到了一丝生机 这是刚刚 现在会往中间给 陈天昊 带船 扣过来 分到中间 左脚打 有一个折射 搬停了比分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但是 助理裁判举齐了 示意是一个 越位 是不是打门 打在了越位位置上 让队员出现了折射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下 应该没有问题 下一脚呢 这球 哪个位置越位了 这个慢动作 并不能够让 所有人得到答案 要经过 视频助理裁判的检查 滑线 检查滑线之外的话 使用胜利船呢 要进行人员的调整 14号 安静拓也被替换下场 腾骨壮 下中间场队员 上一名 后卫 通过刚刚的这个慢动作 来看的话 感觉这个球 好像是不越位 我们也没有 再看到第二遍 好 散进 经过 新闻日裁判的叫证 这球散进 比分1.1 真的是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维尔现代呢 太不容易了 他们扳平了比分 就是这一下 感觉像维尔玛伦呢 是 堕在了最后 那现在双方在 表达比赛剩下最后 10分钟的时间的时候呢 又回到了同一期保线 这会让他们进入到 加时赛吗 我这次会让你 看着 有少人的 身份 没有 没有 有少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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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 有少人的